陳健波議員 多謝主席 剛才莫乃光花了幾分鐘 批評我對梁家樓醫生這位好朋友的評論 我昨天說梁醫生的出席率低 是拖累了工人組別在市民心中的形象 這是報章經常報導的事實 梁醫生也解釋了為什麼會這樣 莫乃光不用擔心我跟梁醫生的關係 我剛剛問梁醫生 他說沒有影響我們的關係 所以請莫乃光不要再抽水 我莫乃光又說不敢跟我做朋友 我莫乃光不用擔心 我一定不會跟我做朋友 因為他在創科局成立過程的表現 和他在版權條例的表現令人震驚 充分顯示出他是偽善多重標準 沒有腰骨、沒有肩膀 經常抽水、立場飄移、經常轉軚 今天不知道明天立場 這個人有這麼多缺點 我肯定不符合我作為朋友的最低要求 各位議員如果你有這樣的朋友 趕快和他割席 當然我希望莫乃園能夠改過 就算不改也不要再挑撥其他人的關係 即下陰德 自己沒有品 就不要批評其他人 賊喊觸賊 繼財委會因為議員林美拉布 令財委會最終有五個項目不能夠獲得表決 而這五個項目在公務小組、人士、編制小組的廣州 二十多個小時 你說他們這樣浪費議會的時間 市民養他們 他們有沒有向市民道歉呢 我認為反對派是偽善和相同標準的 經常說自己站在雞蛋一方面 說的時候就很慶高采烈 哇 肯確激昂到得都地 但是你看現在做的是什麼 你們說這條事故的受害人是雞蛋 還是議員會是雞蛋 政府只是稍為希望議員會做最少的改動 令他們更加公平 更加快去處理投訴 都被大部分的反對派用各種明或暗的方法去拉布 正如我說這些改動只是拗痕癢而已 這樣也不行 為什麼你要這麼保護這些霸權呢 你們的正義去了哪裡呢 良心去了哪裡呢 現在醫療事故受害人 你們都要欺負 還說什麼仁義道德啊 九百多宗啊 你們嘗試感受一下他們家人的感受 你們還有沒有良心啊 最令人氣憤的就是反對派經常說 經常都不坐在會廳 但是還要將責任推給建制派 當傳召鐘響起的時候呢 我們個個都趕進去議會 你看到建制派的雞腳趕進去議會 但是你看到不少反對派呢 四位走 好像遊蕩一樣 同一部升降機就去第二層 從來沒有去一樓的 偏偏就不入議會 我不禁想 為什麼他們有薪出 沒有出席呢 有薪沒有出席呢 還要是幾個月的事啊 由版權條例啊 接著撥款條例 到現在幾個月 他們對不得住市民呢 心裡面有沒有有愧於心呢 大家坦白一點 現在來到這個位置 即使強行上骨灰鎮 都是不可能清楚討論的 那麼多修訂 怎麼可能討論得清楚呢 更加是黃論消防修訂條例 所以不要再假仁假義 麻煩你回去坐在這裡 現在只有一個人坐在這裡 所以 以前政府對拉布是不斷退讓的 得到是什麼 得到是什麼 得到只有更有組織 更有系統 更多的拉布 我想是時候政府要站硬 不能夠受脅迫 為了短期通過一兩條條例 而變相呢 鼓勵了拉布行為 為施政呢 帶來長遠 無法彌補的傷害 所以政府企硬是可以理解的 我相信骨灰鎮條例 討論了兩年 得到大量的共識 這些努力是不會白費的 我相信在新一屆的立法會呢 會很快就會得到通過 但是這位會的改革呢 輿論其實是一致的 真的很一致的 但是竟然被人漠視 都認為是有更大幅度的改革 並且我很希望政府能夠信應民意 我反對全體委員會休會 因為我認為事實是越辯越明 我也同意陳婉嫻以前剛才說的 我們做得多少讓市民看到我們建制派的努力 只有充分的辯論才能看到我們真的希望說清楚 最後這次很可能是我這四年最後在這裡發言了 我真的要衷心感謝和感激建制派的同事 為了香港市民堅守立法會的崗位 頂住那些不坐在一起的會議 還要冷嘲熱風 好像莫乃江這些支流的無恥之徒 有人說休了會就不會再說 我就不會說 我就中了計一次了 我在財委會就跟我這樣說 這個泛民答應你而已 兩三個泛民就可以搞死你了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像我這樣被人欺騙 我太老實了 大家千萬不要被人欺騙 我財委會已經送錯信了就中了計了 我希望反對派不要再假人假義 你真的要關心市民就回去坐在那裡 做回你幾個月都沒有做的事 要不然就不要出糧 所以我覺得很可惜 最後好像財委會一樣 也沒有辦法完成這麼重要的法律 我真的覺得是有負於香港市民 但希望市民明白建制派的無力感 因為我們那個所謂傳召中 真的我們沒有辦法解決 我跟大主席一樣 我們即使面對一些很無理 或者不適合這個時代的議事規則 我們都要堅守這個原則 因為做主席是不可以偏離的 所以你看到我在財委會 無論我心裡有多無奈 我都要讓他們搞終止項目 然後又搞終止的會議 看著他們欺騙瀟臉 這樣欺騙市民 在侮辱市民的智慧 但是市民的選票是這樣 我現在再次呼籲香港市民 立法會如果你有希望看到改變 如果香港有改變 香港有改變 香港有前行 真的要選多些功能組別進入這個議會 你讓我們試一下吧 我們一定不會令你失望的 選多些直選的功能組別 直選的建制派議員 多些功能組別的議員 重奪那些輪陷了反對派的功能組別回來 香港才有運行 這是我衷心的發言 無論今天其他人怎樣罵我 我都不會覺得我是有說錯話 只是他們呢 我越說得他們厲害 他們一定會罵得我越厲害 所以我也預計 很多人來罵我 但是我衷心 我香港市民的手放在這裡 我衷心我今天說的每一句話 都是絕無虛言 多謝大家 陳鑑林議員